要复习一个重点,考试考过很多遍的重点 叫做氧化物水溶液的酸碱性如何 那么背下来,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层碱性 非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层酸性 这里有两件事注意 第一件事情 我说的是水溶液溶于水 事实上是要溶于水才会呈现酸碱性 要溶于水,有酸性,有碱性之类的 但是你要背一件事情 这些玩意儿丢到水里面喇喇之后 它还是中性氧化酮、氧化底 过去通常就考这两个 但是现在有人会考二氧化物 丢到水中喇喇,为什么喇喇之后中性 因为它不溶于水 不溶于水 所以氧化酮、氧化碱又要随便喇喇之后 再去测那个水出来是中性 第一件事情要记得 有些玩意儿不是成我们的碱性的 氧化酮、氧化碱跟二氧化物 它是成中性 因为它不溶于水是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更重要 我叫你要记住 就是金属氧化ğim氧化物容于水曾碱性 飞氧化容于水曾碱性 色料 但是事实上 酸碱性的 所以 你要给我备好 就我们前面复习过一次了 现在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来 他的酸中颜色跟碱中颜色 你要备好 备好 来 一样 第一个站起来的随便挑 后来就越挑越少 这位叫做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7-7 7号 挑一个 回答我 你要挑谁 石蕊 酸中啥色 碱中啥色 很好 酸中红色 碱中蓝色 这个小学就念过 小学就念过 OK 好来 再来 我想过分红没考过 我有教没考过 没考过 但是 希望你背下来 来 再来 找位大帅哥 刚五大帅哥 帅哥 这是女生 他帅哥 为什么 这些女生 我知道有人给我乱放 二五 二五 调一个 分态 酸中什么颜色 无色 无色 简中 红色 很好 很好 分态的酸中无色 常常会有人忘记要记好 剩下一个分红跟广用 银车站接问 10号 广用 红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你把我上个都回答 绿是什么姓 很好 我这里写红 红成黄 红成黄 然后蓝 然后中姓是绿色 分红我把答案告诉你 我不问你 我讲过了 没人考分红 我有教 没人考了 但是你希望你背下来 分红 酸中式 黄色 简中式 红色 把紫色机的颜色背起来 考试就是考 下列哪一个 十二里尺 分态指示 立成红色 就叫简系 就是挑金属 然后这里写的 纳 仰化纳 要选 写的 铜 氧化铜 不要选 因为氧化铜不容于水 辣 就是中性 请你这样考你 这是一个重点 考过恩变的 氧化物 溶于水的酸显境 请你把该背的就给我背好 谢谢各位